大家好 你怎么搞 我叫罗斯佳林 我现在开始 我不喜欢踢足球 但是我很喜欢看足球比赛 对我来说 最难忘的足球比赛就是 越南U23足球队 对乌区别个市场U23足球队 2018年1月27日 对乌区别个市场U23足球队 在中国江湖长州旅行 经过120分钟的奥战 乌区别个市场对乌医的成绩 上升越南队 第三分钟 阿州尔马国父在对方境区内 投球 攻门得手 固执别个市场队 以1比0取得领先 在第41分钟 越南队获得清剧前 越南队获得预求 软框海 持接二任队获得预求过门 攀平比分 90分钟内 双方赞成一平 加速赞成一平 最后一分钟 乌区别个市场队 看出 左轴角球 在对方境区内 退出 对方境区内 过门 把场上 比分 改选为 2比1 追逐 不知别个市场队 对方境区内 取得 本车 U23 亚洲杯 冠军 那场比赛 就是 越南的 历史性比赛 给球迷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大选中 越南 U23 足球队 选手 像 战士 一样 战斗 主获得 亚军 但是 在 所有 越南 球迷 的 心中 越南队 始终是 冠军 愿 加油